接着来看到宜兰县原住民部落大学 日前在罗东文化工厂 举办了103年度的教学成果发表 而活动内容有静态的展示跟动态的表演 透过展现年度的教学成果 启动原住民部落社区的公民意识 宜兰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103年的教学成果发表 活动内容有静态展示动态表演 借此来展现这个年度教学成果 希望在台湾原住民族群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之下 建构富有原住民特质的教育体制 启动原住民部落社区公民意识 我们是部落大学是103年度 这个整个年度里面 我们一共开了47个班 47个班包含大概就10大学成里面 然后我们在一年一度的期末的时候 就是年末的时候 我们会将这一年当中 他们所学到的一些成果 呈现给我们社会大众 那也在公共的场所里面 来呈现给大家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原住民部落大学课程 透过乞讨以及部落精英传授 部落文化知识 落实原住民文化体系的建构 使部落大学教育能够全方位以及多元化的推展 落实在原住民部落发展到全人教育 令原住民族有终身的学习机会 找回部落历史文化在线部落的文化价值 有包含文化的记忆的部分 那也有包含现代染资的部分 那还有一些这个拼布 拼包 拼布 还有一些织布 还有一些这个有传统的配合现代的一个技术 然后让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记忆的东西 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潮流 能够让这个记忆能够在这个更精湛 然后能够结合产业 然后把它推销出去 然后能够让原住民的东西 让大家都看得见 那甚至还可以有经济上的收入 帮助我们部落的成人 能够有这个经济的提升 宜兰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自91年度成立资金已经超过了12年 办理超过了450节的课程 历年来受惠的学员累积超过7000多人次 显示县政府对原住民族文化传承 以及保存工作不予一利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